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到轉季的時候 這些春天天氣很容易皮膚敏感 天氣又冷又熱又濕又乾又下雨又好天 皮膚狀況可能會很不穩定 甚至乎現在經常戴著口罩 很容易這些位置生粒粒 我發現最近自己也建立了一個新的護膚品 其實不是轉變太多 純粹是在護膚品選擇方面有瀉眉的眉調 令皮膚也尚算穩定 所以跟大家來個更新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皮膚 雖然我化妝了 但你知道粒粒的不平滑是壓不了人的 所以現在就算是下巴 甚至是額頭的位置 即是戴口罩的這個位置 都沒有一些奇怪的粒粒的東西出現 都很平滑 而且看上去是不乾的 春天的保濕重點跟秋冬有些不同 我會著重放在清潔、保濕和舒緩方面的 那些鎖水、加很多油份 就太過滋潤就撇走它們了 護膚的一大重點 一定是你下妝的時候卸得夠徹底的 我最近都在用這兩枝 這枝不多說 一個非常便宜的Softmo的下妝油 平時我就給大家看補充妝 這次第一次展示它的瓶 50多元一枝來說 我對它就沒什麼挑剔了 真的要說的話 它有刺乾 另外我也有用這一枝 雖然你看到現在好像很悶 其實長洲那枝我就用到一半有多了 牌子就是這個 不是太容易找到的 香港在Cosme Store才能買到的 價錢就大約150元左右 但是它卸得乾淨之餘 臉上完妝之後會覺得很柔軟 它的厚度會比起這枝厚一點 但是是一個舒服的 不會那些粒粒有層的東西 卸得不乾淨的感覺都沒有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比較香 有一股精油的味道 下妝的時候也很舒緩 在這些容易有皮膚敏感 不穩定狀況的情況下 我會選擇潔麵奶 而不是一些有起泡成份的洗面魚 我用的這一枝其實是在日本買的 香港有沒有可以買呢 我就不太肯定 但是一般的潔麵奶都會比較溫和 所以就算用其他品牌 只要它的成份比較好一點 天然一點 溫和一點的話 其實都可以的 剛才所說的就是晚上的潔麵程序 如果是早上的話 我是不會用任何的洗面產品的 我只會用清水 以及一次性的潔麵 就擦了臉 之後就會用一個去角質的化妝水 這個我講過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這一枝在EON和COSME STORE都買得到 這麼大枝 五十九元而已 當我推了無數觀眾去買之後 回來的評價是非常正面的 大家都會覺得它的清潔效果很好 你擦完之後會有些黃黃灰灰的東西 是真的有清潔能力 得來又不會過份的清潔的 有很多人一起來 覺得整塊臉都可能爆了油 一定要去洗到人很清爽 但是太過清爽 其實皮膚會覺得 我不夠油份保護自己 它又飆了一堆油 所以其實早上的清潔 真的不需要過度 只要適當擦走髒的東西 多餘的油份 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 然後toner方面 我最近在用澳洲買的這一款 這個牌子其實香港也買到的 是一個玫瑰水 因為經常戴著口罩的關係 我不會用一些太厚身 太過滋潤的toner 因為之後如果口罩焗著的話 反而保濕滋潤不了之餘 會焗到一些不同的情況出現 所以花水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盡量找些噴出來 它會比較霧化比較輕身 不會太過大滴 因為它的份子要夠細 才可以入到皮膚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 所以我覺得這款也是合格的 還有那種玫瑰花味真的非常香 另外之前不斷跟大家說的濕敷 我如果戴口罩之前就不會去做 因為如果你濕敷進了很多的營養 然後你焗著它 都是一樣不太好 我發現這樣容易起了一些 凸起了的小小粒粒 但未去到爆瘡 所以如果留在家的話 我會照舊濕敷 但如果我要外出要戴口罩的話 那我就不會濕敷了 那一天 然後輪到保濕方面 就會著重在精華那裡 這一支的保濕精華 我也是在澳洲的時候買的 它擠出來是非常透明 很容易推的 你見到延伸性很高的 它做到的是一個不錯的保濕效果 說真的這支我就覺得有點貴 如果在香港買的話 我會選一些B5GEL 或者一些唇透明質酸的精華 去做一個唇保濕效果 就已經足夠了 在這個天氣 不要弄太多其他的東西了 而另外我很喜歡不斷用的 就是未來美這個安瓶 我用一個盒子安瓶 其實已經用了很多了 這陣子特別喜歡用藍色的安瓶 因為綠色的安瓶 我會留在開冷氣的時候才使用 現在使用我就覺得有點滋潤 或者除非天氣突然變得很乾 我就會出動它 然後再敷一個面膜 那天的保濕效果都會做得很好 日間我反而沒有用一些保濕的精華 我會直接去塗霜 那我有兩款在手 如果戴口罩 我就會用Bio Essence的這款GEL 切出來是有點形膠的狀態 你看到非常之水 非常之好推的 很薄身的 用了它之後 你戴口罩是完全不會焗燥 它是基本上沒有什麼味道 是沒有香味的 而且它是沒有負擔感 超清爽的 所以是不會去焗住口罩或黏到那些毛 那我就覺得用了它之後 戴口罩的皮膚是沒有差過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之好 而如果不用戴口罩 不用外出 我就會用未來美的輕乳霜 其實它推出來一樣是很水 很容易推的 好像沒有分別 但其實有的 聞起來一樣是沒有味道 但是看到有一點絕手的情況出現 它有很輕微 真的有多刺刺的口道 但是你知道皮膚很脆弱 而且它是很敏感的 你只要有多刺刺的口道 再戴口罩下去就足以致命了 所以我戴口罩的時候 是不會用到它 到晚霜方面 我可以有三個選擇給大家參考一下 由最便宜開始說起 就會是 我在澳洲買 但香港很容易買到的 Black Morse的維他命E Cream 這款真的可以買回來在家旁邊 它的質地是好像手霜 然後你塗出來 是很舒服的 但它比起日後的Gel 就會厚重一點 但一點都不會黏的 它聞起來就有一種白色藥膏的味道 但是不重 但它的修護皮膚的功效做得很好 就不用再塗滋潤的Cream 或者一些很油膩的東西 然後中間的選擇 就會有First Day Beauty的Ultra Repair Cream 我這罐已經用到很殘 它是超大盒 香港現在有得賣的 裡面你看到我用了一半有多 質地方面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推的Cream狀 是Cream和Lotion中間的一個狀態 一樣都不會很黏的 聞起來一樣都是有那種白色藥膏的味道 不是香料味 它的保濕效果是做得不錯的 但我覺得它不會有太多的鎖水效果 收護效果也是一般 不會說它很差的 但又未至於一個很顯著的感覺 但現在這些濕粒粒很滿熱天氣的晚上 用它反而會有舒服的感覺 不會覺得臉好像被焗著 或者焗到它會飆油 那種感覺 我自己也有時候會用到它 而貴價的選擇就是我用的都用不完的 一個Mosturizing Cream 雖然它是貴婦品牌 但我用了差不多半年有多 它都仍有一半鎖 在手掌上你就會看到它比起剛才 是難推很多的 這個是厚重很多的質地 但不是就這樣塗上去的 你要把它搓均勻了 它會搓到比較薄身 比較稀的時候 你這樣印上去一些很乾燥的位置 其實它是做得一個很好的收護效果 也不會覺得很悶 很焗著那種感覺 也沒有的 但一定要搓得很開 它的收護效果皮膚收養效果真的很好 是沒有得比的 我真的覺得它的價錢一分錢一分貨 看看大家捨不捨得 如果你的皮膚狀況剛好適合用它 你會發現一直用它幾天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你的皮膚會整個穩定了 好了很多 但如果你的皮膚很年輕 或者是一些很多油的皮膚 不夠多問題的話 其實你用它是沒有感覺 甚至是更差的 所以這一點就真的看自己剛剛用了 今天就跟大家穿插 說了一些日間夜間的護膚程序和產品 我也知道大家這一陣子 戴著口罩 可能會有些粒粒敏感的情況出現 早派我也有的 我用什麼呢 其實就是去年合作過的一個產品 我剩下很少而已 我應該會自己再買 一個舒緩敏感的產品 我什麼都不使用 如果那天覺得自己有狀況出現 個人又乾乾的 我就會直接洗完臉 一下子打這個精油 不斷擦開臉 睡覺之後我就會舒緩了很多 這就是我自己的方法 或者有些朋友可能可以敷一下 一起交流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新片 以及星期日更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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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